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聊一聊 伏旋這支角色 這部影片會分享我自己在 實戰使用伏旋後的一些心得想法 也會更深入去對前一部前瞻影片 沒有聊到的技能機制 以及新魂去做介紹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伏旋是這個遊戲裡面 第一個推出的限定存戶角色 也是可預期的未來 至少到1.4版本結束前 唯一的一個生存位角色 這支角色最大的特色就是戰技 或者密技能夠開出來的重關陣 開啟重關陣之後 可以提供隊伍四種不同的效果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提高了全隊的生存力 服務學會幫助所有隊友 分攤受到的傷害 不過他這個分攤機制 跟一般人想的 可能會稍微不太一樣 分攤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是 我這個角色受到1000點傷害 你分攤65% 就是把650點傷害給拿走 事實也是這樣沒錯啊 但是不太一樣的就是 分攤過來的傷害 是要根據 自己的防禦跟減傷去做 加減的 具體一點說就是 求關陣會把敵人的攻擊 分成兩個攻擊 一個去攻擊 本來被收到攻擊的人 另一個攻擊則是打到浮旋身上 也因此我們在選擇儀器套裝 或者屬性的時候 減傷跟防禦都會是有效 有用的屬性 窮關陣除了會給減傷的效果以外 也會有提供全隊生命值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的角色是像 刃這種 依靠生命值來打輸出的角色 變相也等於提高一點你的傷害 不過窮關陣本身也有第三個效果 可以提供隊伍爆擊率 一般輸出角色在有帶上服務學員的情況下 就可以預期自己的爆擊率可能不需要跌到 慢或者那麼高 最後 窮關陣還有一個效果就是能夠免疫控制 不過他只能免疫一次 但這個一次可以免疫很多角色 舉例來說像是 外宇宙之兵的一次攻擊 他可以冰凍我們很多角色 但是有服務學員的免疫一次攻擊的 控制效果之後 在一次攻擊內的所有控制效果都會被吸收掉 除此以外 還有一個刑機效果能夠在我們 已經有窮關陣的情況下 再次釋放窮關陣 可以額外恢復20點能量 那為什麼已經有窮關陣的情況下 我們還要再釋放窮關陣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控制免疫 他只能夠進行一次 第二個原因則是 服務學員的窮關陣持續 三個他的回合 如果你不在他的窮關陣要消失的時候 續上這個窮關陣 服務學員的回合結束之後 我們窮關陣的效果就失效了 所以正常來說或者讓他自動戰鬥 服務學員都會在窮關陣要消失的那一回合 再接著釋放他的戰技 就可以達成這個額外恢復能量的效果了 如果你是喜歡手動戰鬥的玩家的話 服務學員 全關陣要消失前 地板上也會有閃爍的標誌 我們就知道 那一回合要給服務學員釋放戰技了 除了戰技以外 服務學員第二重要的技能就是他的天賦 能夠提供我們全隊減傷以及給服務學員自身回血的效果 這個效果非常強也非常必要 我們在面對一個 可能有高爆發的群體傷害的敵人的時候 會發現其他角色幾乎不掉血 但我們的服務學員 掉了蠻多血吸了超多傷害的 然後這個時候天賦一個效果就直接把他的血 幾乎給回滿了 這就很像多給了全隊一條命的感覺一樣 而且這個充能次數回血的次數 還可以被大招給回復起來 然後就會覺得限定存戶角色 畢竟是限定存戶 由一個服務學員在場 就會給隊伍滿滿的安全感 那我簡單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服務學員寶牌的一個感受 那同時生存寶牌類的角色 應該有不少玩家會想把服務學 拿去跟羅莎去做對比 我自己也用了很久的羅莎 兩隻角色雖然都是生存衛的角色 但我覺得有一點不太一樣 看到一個有七八千血量的服務學員 絕對是服務學員可以給我更多的安全感 服務學員會比羅莎更不怕敵人的高爆發輸出 羅莎的優勢在他有回血有續航 打一個比較長的持久戰也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對強迫召喚者可能也比較舒服 相較之下服務學員可能會有更高的 整體隊伍坦度 但是這個坦度是會隨時間有勢的 隊友受到傷害畢竟還是 實打實的慢慢掉血 雖然服務學員也不是沒有奶 但是他的奶就比較小一點點 服務學員的隊友還是得有輸出 爭取在服務學員倒下以前 能夠把敵人給殺掉 不過服務學員的承管症 除了給自己減傷 也是有給隊伍增加一點爆擊率 來提升輸出的 如果你能夠把服務學員抽到一命的話 還會另外再給出30%的爆擊傷害 應該是服務學員的幾個命作裡面 提升比較大的一個命作 想要的話可能可以優先考慮 去抽服務學員的一命 但是當然如果你輸出角色傷害夠的話 這個絕對不是必要的 二命的效果則是讓窮關症 可以抵擋一次致命傷害 只要是一次攻擊內造成的死亡 全部都可以被復活 包括服務學員自己 這個會增加隊伍的容錯率 不過服務學員本身坦度 我認為已經比較夠了 所以二命也不算必要 四命會增加服務學員的回能 六命則是增加服務學員的終結技造成的傷害 想拿服務學員打輸出的玩家 可能才考慮抽四命或者六命 一命可能是提升比較大的命作 但本身 零命的機制就已經非常好用了 專武隊服務學員本身也不是必要的 畢竟服務學員 本身的血量就已經比較高了 提升隊伍9%的傷害也不是特別多 比較重要的可能是每一個波次的回血效果 在有多波次的戰鬥的情況下 這個專武的效果 可能才可以發揮出他最大的作用 在有其他也很好用的存戶光追的前提下 一命的提升會比專武來的大 不過兩者的抽取費用也不一樣 有需求的玩家在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 去做考慮 不過其實我覺得 不論是命作或專武都沒有到很重要啊 那裝備儀器之類的 我們前一部影片已經有講過 這邊簡單補充一下好了 我會優先選速度鞋跟能養神的原因是 我覺得伏玄的生命 靠其他儀器跌到個七八千就已經夠多了 換成速度跟能量恢復 可能可以提升隊伍的一些戰績點 充能則是可以提供傷害 回血破盾等等 那以自動戰鬥而言 我覺得充能會比生命舒服啊 隊伍搭配部分 基本上任何的主C都可以搭他 畫面上幾隻我覺得特別合適 希兒量子隊 還可以配陰狼打出更高的傷害 警員怕控有伏玄在也非常好用 任則是有了伏玄晟能夠提高 自己的生命上限 也是變相提升更多的傷害 不過如果是搭配像上一期的單痕 可能羅莎會有更好的效果 畢竟 單痕真的吃太多戰績點 而羅莎又不太使用戰績點 有些人覺得伏玄不好用的原因 是會好戰績點 但其實他也就三回合才好一個戰績點 而且能做到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認為這個完全不是他的缺點 只能說因為他被拿來對比的 另一個角色 羅莎 真的就不太好戰績點啊 再來就是如果你有陰狼的話 讓伏玄跟陰狼的搭配 金刀任何一個隊伍 都會有很不錯的效果 但要注意這邊是 陰狼需要伏玄 因為就算沒有陰狼的情況下 伏玄去到任何隊伍都還是很好用 好那最後伏玄值不值得抽 我認為強度非常在線 還蠻值得抽的 特別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那種 喜歡自動戰鬥的人 有一個伏玄在隊伍的安定性會大 非常多 當然像我們前面說的嘛 你不能夠要求伏玄 他能夠永遠 無止境的為你撐著生存的時間 他畢竟是一個存戶 雖然有奶 但他的奶比較小 所以你的主要輸出還是得有練度 在伏玄能夠撐著的期間 大概會有10回合左右的時間吧 讓主C去把敵人給解決掉 那一般情況下你自動戰鬥 應該是不用用到10回合 就可以把敵人解決了 那如果你有了羅莎 還需不需要抽伏玄 我覺得上下半層各一個 強大的限定生存位角色 真的非常好用 但如果你就說你的白魯 或者街霸的練度很高 然後已經可以幫助你打通 深約不需要其他的 生存角色的話 那確實也可以不抽 畢竟角色已經夠了 留給自己喜歡的角色最重要 好吧 那這部影片就簡單把我自己 施展完伏玄之後的一些心得 感受補充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